今天我要把这块玻璃打碎,然后再修复它 最近我在某平台上刷到一个视频 有一种神级的修复液 可以把这个打碎的之后的玻璃 用这个修复液可以修复它 这个玻璃修复神级到底有没有用 今天我们就来试验一下 这个怪力我已经拆开了 这个玻璃修复神液 就这么一点点 花了我三十几块钱 这个是说明书 这个有几张就是贴这个修复以后的 玻璃 现在我就来炸了 大家看好了 算了我感觉在这个桌上炸带危险了 我拿到外面去炸了 怎么硬啊 累了 现在我就拿这两块去粘起来 试一下到底这个玻璃神级到底有没有用 大家看一下 这个玻璃 这个雷现在是很明显的 这点怪雷 我们现在就按照它的说明书来 先清洁一下玻璃表面 再用这个修复神器 放进去 再用这个 可以叠上去 要等一段时间就可以修复了 先把这个表面 抹干净 抹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就上这个玻璃球不神器 用手压 用手压 用手提压 直到所有类缝消失 这个类很没有消失 我负败有没有用啊 用这个叠上去 A碗车要等下一个时间了 为了让他快速的干净 我们给他用这个吹风机加热一下 看下来 这个门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我感觉我就要翻车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类缝就没有消失了 好像还是原来的样子 把这个拿开 看看 兄弟们 我感觉我在天真了 我要智商睡了 我对这个东西的比价就是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